凤林警分局的援警在執行元旦廉假交诊勤务时 经过光复乡台九线和民权接口 看到一辆黄色自小客车 居然不晓得为什么是停在车道上 警方上前关心才发现原来驾驶说 有一只果子狸躲到车子里了 他不敢移动 而等了半个多小时 这个果子狸才跑出来 而车子也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该车驾驶人与元旦连续假期 从花莲市出发沿着台九线南下 沿途观光旅游 经过该处入口时 绿灯后车辆起步 驾驶人理性男子见到果子里 从路旁窜入车辆底盘 所幸驾驶人紧急刹车得以保住动物的生命 导致该车停于车道中间 所幸驾驶人紧急刹车得以保住动物生命 导致该车停于车道中 本所远景于今一日执行元旦廉假交诊勤务 寻经光复乡台九线与民权接口时 发现一辆自小客车疑似车辆故障停止于车道上 经了解系该车驾驶人见绿灯起步时 意外发现路旁草丛里窜出果子里进入车辆底盘 经远景与驾驶人协力合作实施诱补最终果子里 离开车体 人车及动物均安全 语言驾驶人及民众若发现道路有动物窜出侵扰 人车状况可拨打110电话报案 警察立即到场协助处理 远景与驾驶人协力合作实施诱补最后得以让果子里离开车体 车辆恢复行驶后 理性男子驾车离开前 频频感谢警方协助 排除障碍人车以及动物安全 对于远景的贴心举动感到非常窝心 记者凌杰综合报导